诶媳妇,那你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小又最重要的国家是哪个? 那个欧洲那个很小很小,一个子弹都能打透的国家 有好几个呢,你说哪个? 哈哈哈哈,欧洲有好几个这种国家 凡帝干 哎,对,就是 宗教中心 对,它非常重要嘛,所以说 嗯,重要 它特别小又非常重要 但是你知道,其实凡帝干是世界十大禁地之一 哪个禁? 禁止的禁,它和五十一区是齐民的禁地 为什么? 哎,不知道是吧? 它那边不是有,不是有,不是有居民吗? 有,馋住人口八百人 嗯 大部分是教室,宗教人员 还有一部分是守卫这些宗教人员那些带着铁盔拿着蚕毛那些卫士 士兵 对,但是它是世界十大禁区之一 和五十一区齐民的禁区 不知道了吧 或者是各地的神父 不知道了吗? 还不知道是怎么办呢 干嘛还行 不就可以装逼了 哈哈哈哈 装逼了 对啊 哎,凡帝干确实啊,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 它只有0.44平方公里 嗯 所谓的0.44平方公里的概念啊 嗯 就是和我们天安门广场一模一样的 天安门广场刚好就是0.44平方公里 哈哈哈哈 刚才说啊,凡帝干是世界上十大禁区之一 嗯 你肯定不相信,既然你刚才都没有惊叹啊 对 因为每年到凡帝干旅游的人不计其数 对 都不觉得那是个地方是个禁区 嗯 其实啊,凡帝干的禁区不是在地面上 而是在地下 哦 凡帝干地下有个被称为凡帝干秘密档案馆的地方 哦 这个秘密档案馆,据说呢 是设计的九区十八弯里面 嗯 一层一层的堡垒 嗯 整个就设计的像一个那种堡垒呀 你很难走进去 里面整个结构呢,也像一个迷宫 嗯 基本上就是你不走进去 很难也很难找到这个秘密档案馆 嗯 它是在密档案馆 档案馆是在那个地下通道的一个镜头 有什么案件 不知道,不知道 这个东西就是 目前没有人 只有很少的资料透露出来 嗯 因为除了管理人员进去过 和教宗进去过 没有人进去过 嗯 像我刚才说那些学长 都只是能拿到里面的资料 是整个凡帝干里面 受保护级别最高的 嗯 啊 据说呢里面有 数百个 数百 你应该怎么说 不是数百个 嗯 应该是几百个书架 连长啊 有83公里长的书架 这么大 可以围凡帝干一周一圈 还要多 还要多 嗯 还要多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之间的来信 教皇跟那些这种国外之间的来信 反正总统就是一些宗教的文件啊 嗯 里面就有包括比如像 像米开朗基罗给教的那些 嗯 像套戈尔文给教的那些 嗯 还有那个法国亨利八世 给教的那些这种捐助的资料 嗯 还有那个亚伯拉罕林肯 嗯 劫匪迅这些美国总统 给教廷的信件 其中啊还有一份是一九五零年底 中国的南明小朝廷 永历皇帝和他的王太后 为了求助教廷去攻打清朝 清军 嗯 写了一封求助信 那个时候明朝的时候 我们就和欧洲国家有来往 有啊 这个下西安 啊 就已经知道欧洲非洲 各种各样的问题了 那时候写的信 谢谢 信到了 你没了吧 那时候好久啊 不知道送到教宗手里面 南明还在不在 反正送到后呢 刚才说啊 这个其实是对外公开的 但是公开的程度非常有限 嗯 在1881年以前 这个法迪根秘密答案馆 是完全不对外公开的 除了教宗没有人能进去 嗯 后来1881年以后 就对外公开了 但这个公开是非常有条件的 你要去看 你要去查询资料 还不是进去啊 你要去查询资料是 要通过层层的生活 嗯 你首先 第一个条件 首先你必须是 教廷任何的学者 或者研究员 这个协定 所谓教廷任何 就不是说你是哪个大学的 著名研究者 你获得个诺贝尔甲 布林 这些东西 必须是教廷任何 你是一个研究员 你才是个研究员 嗯 之后呢 你要提交申请 填表 然后你给他各种资质 弄完以后 全部叫上去 给叫庭审核 嗯 这个审核 就不像我们现在审核 公众号啊 审核YouTuber这种 那么简单啊 他旷日吃酒 哈哈 一个审核 40岁提交上去 审核下来60了 差不多 差不多就这意思 就是这个审核 可能长大几年时间 年纪大一点啊 可能就提交上去 衡核 对还没有批起来 就已经去世了 审核完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去 借阅这些里面的资料了 借阅怎么借阅呢 他不是像现在 你在图书馆里面 书一下我书 比如说我书一个 余华的活着 他给你个书号 然后你去找人 或者你自己去找 他不是这样 他给你一本 或者一卷尺 这一卷尺上呢 他记载了三万五千分 可以让你借阅的资料 但是这个资料呢 就是他不像现在人说 你有个名字 比如说活着就是活着 对吧 那个电子游戏网件 就是电子游戏网件 他是啥呢 比如说南兵朝廷 给交停的那份网件 他是有名字的 叫做 完代号治愈罗马教官 因诺曾局数 他是有名字的 但是更多的这些资料 是没有名字的 就由那些修士啊 什么东西起个名字 随便起个名字 就翻到上面了 你要去在这个三万五千分 发现你对你自己有用的东西 他有可能叫什么 ECF2112 差不多就这意思啊 可能叫UF-2.0 这种东西 也有可能叫火星文章-3 反正什么名字都有 火星文来一个 火星文倒不止 大部分都是拉英文写的 都是拉英文写的 然后你就对 我觉得这份文件 可能 可能对我有用 你都去提交 提交数量有限 一天你只能提交三份 就是你只能借阅三份东西 你以为折磨到这就结束了 嫂子呢 每天下午五点这个图书馆闭馆 如果你四点五十五分提交上去 他直接不给你找 比如说你四点半提交上去 他给你进去找 你运气好好的 四点五十五给你找出来 你放几片的钱 好了你拿去看 五点钟你必须还回去 那我还不会第二天去 好你第二天去了是吧 第二天早上你进去 你一赶一大早 冲进去 你填完就把图书馆找好的 填完翻进去了 然后给你找 运气好好的 一个小时给你找出来 你就能看到下午五点 运气不好的 下午四点给你找出来 你又只能看一条 那没办法 你不能拜祷 这个信息化整个太一类 人家叫停 然后而且最有意思的是 刚才我们说审核 审核你有个证书 你有这个战术才能结束 这个战术有效期只有六个月 审核二十年只有六个月 我感觉到这图书馆拼的不是智力 是瘦目 活着 而且教廷有权力 所以是特效你的战术的效果 因为那些资料可能很珍贵 这个也不容易提醒 其实你可能没有注意一点 我们刚才说下面有83公里长的书架 但是你能计约的只有三万五千分资料 那还有大部分是不能计约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猜测一下 也不是猜测 用有理有据合理的推测一下 里面到底有些什么 首先我们就要说一些肯定有的正常的玩意 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说到的 那一份明朝皇帝给教皇的那封 王太后至于罗马教皇 因诺登绝书 这是文件 教皇的来往信件 基督教的一些账目 就是肯定有的 还有一些是基督教的这些宗教的文物 比如说像约会 约会一些圣物 这个是天主教 基督教约会教的一个圣物 圣杯 基督教耶稣最后的往参用的圣杯 还有真十字架 所谓真十字架 就是定死耶稣基督那个十字架 这些东西是肯定的 不管这些它有的是真是假 但一定会在这个答案管里面 然后下面我们再来讲一些 不一定有的 但是有神秘学色彩的东西 不一定存在 不一定在那个里面 但是很有可能在那个里面 就喜欢这样 好 第一个东西 就是耶稣到底存不存在的证据 这是现在在史学界啊 一直都在争论 耶稣基督到底是真的存在的一个人 还是说是很多人的 对很多人的事情集合在一起 又有人编撰的一个故事 这到底是不是 有没有存不存在 其实是没有定论的 那存到底存不存在 有没有呢 这个证据很有可能就保存在这个 在凡帝干秘密答案管里面 为什么啊 为什么 据说呢 凡帝干秘密答案管里面 保存了一份公元35年 也就是大概耶稣基督定死的那个时间 根据圣经来说 定死的那个时间 当时的罗马皇帝尼路 和十二门徒之一的 是保罗的一段对话 是由史官记载的 是真实的一段对话 这段对话呢 很有可能能激视 耶稣基督到底是个人 还是一群人 到底存不存在里面的证据 就在里面 好 第二个东西 灰石基 这个东西是由弗兰索 布鲁纳神说 在2002年的时候 他写的一本书 叫做《新凡帝干神秘主义主》 描述的一个机器 据说啊 这个设备是1950年 凡帝干出资请教科学家 然后集合乱七八糟一些东西 制造一台挺牛逼的设备 这个设备呢 什么年代 1950年 然后这个设备 就是一个机器 带一个VR眼镜 使用者呢 就是把VR眼镜 带在头上 像现在使用VR眼镜一样 你就能看到 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 像看VR电影 看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情 对啊 不就VR电影的 但是它是窥探历史上的真相 哦 就等于说它不是提前放置的影片 对 还是看 它是根据某一种比如说虫洞啊 啊 反正这些理论 学啊 这样的理论 去看历史上的某一个事情 到底怎么样发生的 你就像看VR电影一样的 这个神父怎么知道的呢 他说他看过 就他曾经是那个被认认认可的人 不是 这个机器那会儿 它研究出来的时候 是有些人可以看的 哦 就他参与了那个过程 对 他看过 布洛娜山说吧 他自己用这个机器 亲眼目睹了耶稣基督 是怎么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他怎么说的呢 他没有说 我没有看过这本书啊 但是他在书里面 写了他看过这东西 他看到了这个 还有基督教里面的十戒 还有十戒的戒条 是如何被定义出来的这个历史 啊 常见他也看过 所以呢 他确定这个东西 有 而且他说这个东西呢 很奇怪 在1988年 梵蒂丹就罚了一条法令 这个法是法术的法 而不是法律的法 哦 法令 说 不是一个法吗 不是 一个是神法 道法 但有法律的法令 而不是有法律的法令 哦 这个含义嘛 对对 虽然一个字都有中文来讲 对一个字 但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他说这个东西 发了条法令说啊 我们拆毁这台机器 而且以后啊 任何信教的人 不管你是教宗 教皇教主 什么书记 什么 还是普通的教名 这些人啊 都不能使用 有类似功能和特征的工具 只要使用了 我就帮你祝福教 可能是不是曾经 出过什么事情 这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个法令一下 这个机器就被拆到了 拆掉了 拆掉了 这么高分级的东西 这么高分级的拆掉了 现在这些藏癌呢 还保存在甘迪甘的灵状 有没有我看一下 麻雅文明 应该没有 应该 既然是教廷做的东西 肯定大部分都是看这种 对 跟自己有关的东西 好 下一个 撒旦福音书 福音书你到了 知道了 撒旦 不是王吗 对啊 恶魔是王 对 撒旦福音书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福音书的反面 使用恶魔撰写的福音书 据说啊 这本福音书最早发现的是在所谷门王的墓的最深处发现的 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叫迪比斯奥诺里乌斯的人 重新编撰了后发表的 这本福音书里面呢 记载了如何制作魔法护身服务 如何使用魔法 如何召唤恶魔 这些东西他记载了 但这些都不是他最牛的地方 他最牛的地方是记载了如何和恶魔做交易 而不被恶魔骗 这么厉害 这个是他最牛的地方 所以呢 在后来这本书就被有些人发行出来了 一印刷的后来就发行出来了 恶魔复义书 真本 对 真本 发行出来了 你想 这多牛啊 我召唤一个恶魔给他做交易 我想要啥要啥 我还不会被他骗 对吧 这简直是太牛了 那肯定有很多人试了 拿到这本书就开始试了 对 发现啊 不要说是跟恶魔做交易了 这召唤恶魔都没有 屁都没有召唤出来 这个块是假的内容吧 我觉得发出来的肯定是假的 哎 就是很多人就说 你们拿的这都不是什么恶魔复义书 为啥会有发行版的 对 怎么可能发行得出来 这种东西 这些东西啊 都是经过宗教更改后 三分之一是真 三分之二是假的版本 哪三分之一是真 它有这些功能是真 怎么实现这功能的三分之二 都是假的 我觉得可能是教廷为了利用他们的版权去找一点这种收入 不是不是 就是更多人猜测 不是为了正收入 而是为了混淆视听 有的人知道有撒谈福音书这东西 而且知道他有这么牛的能力 你可以跟恶魔做交易 而且不会被恶魔骗 基本上你要统治世界都可以吧 嗯 那万一被人利用了 对啊 所以他们就出了很多这种假的书 发行出来 让你们去用 你们都知道 哎原来撒谈福音书是假的 你们的关注度就下来了 啊就是为了再恶毒 对 不管了 但是教廷呢 偷偷的就把真的撒谈福音书给收起来了 嗯 就放在这个凡迪当的秘密当的外边 嗯 这种我觉得不能放出来 真的不能放出来 对就放那些假的给你们 不能给人看啊 很危险啊 是吧 所以你看就放那些假的给大家 嗯 会想要是听一下 嗯 即使你有真的 你也认为它是假的 好 我们现在来讲 一个肯定有的东西 嗯 而且是神秘的物品 嗯 这个呢就是关于花地马的第三预言文件 嗯 花地马三预言是在1917年 是圣母马利亚 据说在圣母马利亚 在葡萄牙 叫花地马这个地方显灵 对这三个木童显灵 嗯 并且呢给这三个木童展示了三个预言 嗯 嗯 第一个预言应该不是第一个 1917年 哦 第一个预言应该不是预言 应该一个景象 对他们说是 展示了一个地狱的景象 里面充斥了地狱的恶魔和受苦的灵火 嗯 第二个预言呢是展示了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嗯 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嗯 这个第二个预言 第三个预言呢 由于圣母马利亚的指示 啊 他就告诉这个三个木童 第三个预言呢 要在1944年1月3号以后 你们才能公布 嗯 所以他们就一直保护着这个预言 到了1944年 他们是很很虔诚的信徒 对是 在 不过呢 在1943年啊 三个木童里面 已经有两个趋势了 只剩路奇亚 当时啊 路奇亚也已经莫病再传了 嗯 已经弥留之际了 嗯 那基督教庭就怕这个第三个预言就这样了 消失在人间了 教庭里面叫莱里亚的主教 就主动找到了路奇亚跟他说 你把这个预言写下来 嗯 然后封存起来 嗯 到1944年呢 我再把它公开 嗯 你如果去社会 公开了 嗯 路奇亚一开始呢 没有答应 嗯 但是这位莱里亚主教啊 反复的跟他保证 反复的对他进行劝说 嗯 最后路奇亚还是把他写下来 并封存在封锋里面 给到了莱里亚主教 嗯 但是呢 1944年啊 莱里亚主教失言了 他没有公开 哦 他没有公开 嗯 嗯 而是在1957年 把这个预言的这封信 嗯 原封不动的交给了罗马教廷 嗯 嗯 嗯 这个令呢一直就保守了 什么40多年 嗯 到2000年的时候 教廷在反复的跟公开了第三个信 这封信 195 在2000年 2000年 2000年啊 教廷就公开了这个第三个预言 嗯 预言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嗯 这个信的内容 嗯 我遵从你天主 透过莱里亚主教阁下和圣母对我所下的名言 写下此事 这一段话呢 其实是不是其他写信的开头 啊 在我之前所述的两部分之后 这两部分就是指的前两个预言 圣母玛利亚的右手 右边烧扇番 我们看见一位天使 左手手持一把燃烧之箭 其眼看似可以点燃世界 但在接触圣母右手向他放射了光灰之后即熄灭 你右手指向地 天使大声地叫他道 赎赎赎赎赎赎赎 然后我们在天边的无边之光内 看到了普此美容 就像人们从镜子中看到反射的道路 其实就是水中看到一些景象的感觉 他看见一位穿着白衣的主教 样子就像当时教宗的那个衣服 还有他的主教 神父男女信徒正在攀登一座险峻之山 山顶有一座用戴树皮的环柏树 粗质滥造的十字架 大十字架 在抵达前 教宗蹒跚地经过了一座大城市 这座城市一半已经废弃了 一半正在站立 他在痛苦和哀山的折磨下 为他经过的每一具尸体和灵魂祷告 在到达山顶后 他跪在这个大十字架下 一群士兵向他射击子弹和箭 杀死了他 然后用同样的方式 杀死了其他的主教神父和男女信徒 在形形色色和不同阶级的信徒都死去以后 十字架双臂之下出现了两位天使 每一个手拿一个水晶梢 水晶梢 他们以此收集训断者的鲜血 并洒向天空 使灵魂往生 这就是他的整个性的内容吧 整个性给我们看下来的是 他不知所欲 对不知道他在昭示什么事情 他不知道他在昭示什么事情 感觉是他什么都说了 什么又都没说 所以这种阴谋论者就说 其实这东西是杜撰的 不是真正的内容下写给他们的东西 真正的心态还在梵蒂冈秘密答案观里 我们能够肯定的 就是梵蒂冈秘密答案观里 一定收藏着很多各种各样的 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问题 是吧 这一定有的 我其实最感兴趣的还是恶魔服务 你要干嘛 你想啊 我能跟恶魔服交易 我还能不被恶魔耍 我觉得这个方法 他可能是有帮助的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的 跟恶魔做交易 我觉得百分九十九的 不可能这么便宜 但是如果他说的是真的 是真的呀 我就跟你讲 我就会许个愿望 全世界所有人 不管他听不听得懂中文 都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每次都看 搞 可以 都看你 哈哈哈 任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